哈喽大家好,我是Eva,欢迎来到本期皇家评测 三星S10系列虽然国际版早已经发布了 但毕竟跟咱们没啥关系啊 国航版今天刚刚发布 咦,我们用第一时间拿到了三星S10 Plus国航版本 那么问题来了 首款挖孔屏设计的AMOLED屏幕全面屏真的那么难看吗 超声波屏下指纹识别是否比光学指纹识别更便捷呢 后置三摄,前置双摄的拍照效果究竟怎么样 哇,搞得好像一个调查类节目 所以本期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款三星S10 Plus国航版 相比于S9系列呢 S10系列背部的颜值是有所提升的 取消了后置指纹识别改为前置屏下指纹识别 因此它的后背就只有横向排列的三摄像头和三星的logo 再结合这个单纯的配色 整个后背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简洁 前后曲面玻璃加抛光金属框 所以从侧面来看机身其实比实际显得更加鲜薄一些 其机身底部配备了单扬声器 Type-C的数据接口以及3.5毫米耳机接口 3.5毫米耳机接口得到保留 对于很多耳机档来说是一件值得加分的事情 那么在配色方面呢 这次的S10系列提供了很多颜色可以选择 我觉得这次的色调它做得非常好看 哎,女人呢,都是看脸的动物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个S10 Plus是浩玉白色 它有一种隐约的淡蓝色调 在光线底下转动就会显出隐约的这种光影流转的感觉 整机会显得比较有质感 但让我意外的是S10 Plus非常的轻 6.4英寸的S10 Plus重175克 iPhone XS Max的重量是208克 华为Made 20 Pro的重量是189克 所以你对比来看的话 S10 Plus的手感会明显感觉更轻 因此单手长时间的操作握持也不会觉得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正脸 S10系列正面采用的是 Super AMOLED的材质柔性曲面屏 2K的分辨率 屏幕尺寸上S10是6.1英寸 S10 Plus是6.4英寸 它代表性的曲面屏上左右看起来真的像零边框 挖孔式的前置摄像和解决方案 让S10比S9系列的上下边框是更窄的 三星官方说S10系列屏占比达到了93.1% 从真机的观感来看 的确屏占比很高 除了较高屏占比 其实它的正理大家第一眼看上去也就是争议最大的就是它的挖孔屏的设计方案 尤其是在S10 Plus上面 那这边角落就被网友戏称为药丸造型的前置双摄像头 关于美丑呢我们一会儿再讨论 所有的手机厂商都想做到真全面屏 但是前置摄像头现在在技术条件所限就是没有办法干到屏下 那如果取消了又太过冒险 所以大家都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在2018年我们陆续看到了 刘海屏 水滴屏 双面屏 包括隐藏摄像头式的各种伸缩结构 还有挖孔屏 这么一瞧 留给三星S10系列的选择真的不多呀 因为它一向很注重自己外观设计的独特性 对吧 那如果它选择了刘海屏 那就跟iPhone啊 华为一个样 那如果它选择水滴屏呢 已经早就变大街了 那像其他的比如伸缩结构呀 那又不是主流 都不能选 对吧 所以选来选去 只剩下挖孔屏可以选择了 但是它是第一款的 AMOLED屏幕的挖孔 它其实在AMOLED屏幕上挖孔 技术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那包括我们之前在微博上征集大家的提问 大家有问到说 那这一块前置摄像头周边的挖孔周边 是不是会有泛黄 或者是不是有屏幕损伤 其实完全没有 那你做到这一点 尤其是上部贴边 左部贴边 右部贴边的情况下 在这个屏幕上挖两个洞 这个技术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也是秀实力的一种吧 但所以就引发了另外一个讨论 就是它到底好不好看 那我在录节目之前呢 我也拿去问了很多的我们的同事 有的人觉得真的忍不了 看着这两个点最想给它抠掉 那还有的朋友觉得 没所谓啊 我觉得还好 而且欧博平价比好高 所以美丑这个东西太主观了 就像有人说意外觉得很好看 有人觉得意外长得不好看 对 没毛病 然后所以你觉得它好不好看呢 然后大家可以在留言啊 和屏幕啊 留言和弹幕里告诉我们 然后也期待能够看到你的回答 那第二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各种APP的适配情况 就是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它这两个孔会不会影响 我的感官或者操作 可能是因为我们拿到的太早了 我试验了很多 比如说看视频啊 然后打游戏啊 或者看新的浏览啊 它目前很多APP还没有适配 所以我们就无法 大家很直观的感受 它如果在使用过程中 是不是真的会非常影响体验 哎 怎么说呢 我刚一拿到的时候 我也接受不了 那看时间久了吧 也就习惯了 除了挖孔屏的这两个洞 其实S10 Plus的正脸 带给我的另一种冲击力 来自于屏幕 这真的是一种 肉眼可见的细腻感和高质量感 三星给自己的旗舰产品 就是大方啊 使用了最好的显示屏 正它为超感官全视屏 官方式称呢 在机材啊 寿命亮度 色彩方面都有提升 从我们的实际感官上来看 确实画面显示会比较细腻 色彩饱和度啊 然后包括准确度 以及它的高动态的范围图像 像素密度等等 真的都是非常好看 那除了挖孔屏和屏幕 在正脸呢 还有一个就是屏下指纹识别 这也是三星首次在旗舰产品上 首次搭载了屏下指纹 不过它的屏下指纹呢 也不一样 叫做超声波屏下指纹 是利用超声波脉冲来获取你的3D纹理 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啊 那我们实测一下咯 从解锁速度上来说 在干手模式下 三星S10 Plus和华为Mate 20 Pro的指纹 解锁速度相差不太大 但是由于是超声波识别 在失手和油污环境下 S10 Plus会比华为Mate 20 Pro的准确率 要高不上 在识别方式上取消了红膜解锁 因为挖孔屏的额头空间实在是放不下了 保留了面部解锁 可是从实际体验来看 它的面部解锁速度有些慢 因为需要前置摄像头的灯光转动一圈才能解锁 Mate 20 Pro就是描解 在体验差异上还是比较明显的 下面就进入到我最喜欢的拍照环节 后置三摄前置双摄 这个配置也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在实际拍摄的效果来看 到底怎么样呢 作为夜拍高手我们先来对比下S10 Plus和iPhone XS Max的夜拍样张 在萌宠乐园这张图片中 现场没有复杂光源 但实际亮度很低 样张中S10的整体亮度会比iPhone XS Max更亮 色彩更饱满 所以观感会更好 在店面这张图片中 光源比较复杂 我们看到显示牌区域 S10 Plus的高光压制明显会优于iPhone XS Max 那房间内部构造 两者都是清晰可见的 门口的地面区域 iPhone虽然看起来亮度更高 但光的层次感不如S10 Plus 在哈根达斯这张图片中对比更明显了 哈根达斯的招牌上 S10 Plus比iPhone更加清晰干净 并且整体的色彩保护度也会更高 底部的光影保留接近肉眼所见 我们也拍摄了很多复杂光源的照片作为对比 整体来看 S10 Plus的夜拍高光控制更好 在细节方面 logo牌显示会更清晰 颜色也更好看一些 三星S10系列发布之后呢 其在DXO的排名榜上 与华为Mate 20 Pro是并列第一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王者下锅 不 王者对决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份夜拍样张的对比 在手机自动对焦的模式下 S10 Plus和Mate 20 Pro的夜拍成像质量都不错 包容度很高 那对于暗光和高光的处理比较细腻 细节方面呢 偶尔S10 Plus会好一些 偶尔Mate 20 Pro会好一些 整体来看相差不大 基本你追我赶都属于第一梯队了 在人像样张方面 三款手机在虚化表现和像素质量上不必多说 但在风格上各有特点 iPhone一贯的就还原真实 那华为呢有莱卡风格 三星则做了提亮和轻度美颜 大家更喜欢谁家的风格呢 在前置摄像头上 S10 Plus采用前置双摄镜头 主摄1000万像素 光圈F1.9 副镜头800万像素 光圈F2.2 S10 Plus比S10和S10E呢 都多配备了一个2GB的景深前置摄像头 它可以负责拍摄用户身后的背景 从而带来比软件模拟效果更好的光学虚化效果 而且呢它的前置摄像头是可以拍摄4K视频的 那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目前来讲 视频拍摄者或者视频围绕博主 还是非常适用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边拍摄 一边检查拍摄情况呀 包括角度啊 包括自己的表现 所以如果说前置摄像头画质比较高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整个视频输出到时候是1080P的 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拍了4K 可能到时候也被压缩掉了 那我会单独拍一段前置的4K的视频 大家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的微博吧 我在微博里到时候会放出来 看看4K下的我是不是还依然如此的美丽 S10系列搭载了骁龙855处理器 作为首个7nm制成的骁龙芯片 采用一颗超级内核 三颗性能内核和四颗效率内核 我们使用安兔兔跑分 放在室温下和冰箱冷冻层两个环境中 安兔兔跑分分别是35.8和36.3 但这个分数应该是有点低的 可能是由于我们手中评测机的关系 在帧率测试环节 我们使用快否进行测试 绝地求生刺激战场平均帧率39fps 平均波动0.92帧 王者荣耀平均帧率59fps 平均波动0.90帧 表现都是不错的 三星S10 Plus的电池容量是4100mAh 我们也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续航测试 需要说明的是 我在屏幕显示上面开启了最高显示的模式 所以它本身会比普通模式消耗更多的电量 以下10个项目每项测试半个小时 剩余电量为56% 这个续航水平表现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开启普通的显示模式 那这个省电效率会更好 在存储方面 国航版本的存储配置如下 所以从性能方面来讲 较高的处理器 以及较高的坚持容量 再加上较高的存储是S10 Plus的优势 那么在系统方面 它搭载的是One UI 我们就选择几个部分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单手交互更加友好 因为全面屏的手机屏幕很长 S10系列的比例又是19比9 所以在下滑菜单的时候 拇指基本上要很努力的去触碰屏幕上方 或者干脆够不着 这次的One UI就将交互的按键 放到了屏幕下方 下滑菜单键 任务栏中的按键 也放在了拇指可以触及到的地方 所以单手操作会更友好 也增加了抬手亮屏 随即面部区别解锁手机的功能 但跟之前的面部解锁一样 解锁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西屏显示上面增加了音力 这个应该是为中国人特意增加的内容吧 我是过音力生日的 所以这项功能对我很适用 此外现在的西屏提醒需要点击一下才能显示 应该是为了省电考虑 从纵向对比来看 S10系列会比S9系列提升很大 尤其是S10 Plus 无论是3100mAh的大电池 或者骁龙855 或者屏幕素质 又或者是后置三摄 前置双摄等等 这一系列让S10 Plus成为目前三星最好的旗舰手机 当然如果是三星粉们 那要购买的话 肯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从横向上来看 国产手机的追赶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们以拍照为例 那么无论是去年华为发布的超级夜景 或者说今年 OPPO在MWC上发的这个10倍变焦技术 再或者现在层出不穷的折叠屏 还有5G手机等等 那其实会把大家的期望值拉得越来越高 那三星的S系列能够吸引多少中国的消费者 那它的产品力又能转化成多少的购买力呢 我觉得这个只能是靠销量来说话了 说一个主观的感受就是 三星手机没有变差 它一直是那么好 但是它的竞争对手变得越来越好了 OK 由于视频时间所限只能聊到这里 那关于这款手机国行版本 你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弹幕区 或者在我们的留言区 或者在我的微博私信里 微博评论里能够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 当然了既然都看到这里了 你也别只看看不说话是吧 然后向大家能够素质三连 然后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EY的科技生活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EY 我们下期再见 ER Dogs FM FM FM